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個芭比插在中間 插的意思是 就是一個蛋糕中間是一個芭比 站在蛋糕中間 然後我女兒就好愛 然後我們就開始吃那個蛋糕 結果吃完之後發現 原來我們吃的是芭比的裙子 所以如果我們把蛋糕吃完的話 就會看到芭比的下半身 結果還沒吃完 芭比的裙子是那種 就是大風裙那種 結果還沒吃完 我女兒就太High就說媽媽 然後就把那個芭比拔出來 結果那芭比竟然下半身全裸耶 我們都... 就跟她把它插回蛋糕裡面去嗎 沒有 我們就說怎麼會全弱 尺度好寬 因為照理說會點這個蛋糕 她不就是小孩嗎 而且那芭比也不是奶油做的嘛 在學校裡面參加社團的人 很多都被認為是比較活躍 懂得建立人際關係的人 可是 但是以我們離開學校 這麼久的人來講 說不定現在社團 已經不是這樣子 而且如果從今天的來賓看起來的話 其他社團的人際關係 應該沒有什麼幫助吧 我覺得他們沒朋友 對 歡迎收看來賓 好 妳們好 好 四位在知道 都是社團的活躍分子 然後呢 我跟妳講一個很感性的事情 什麼 納豆 我昨天去家裡面找她 在社團的時候的照片 然後她在微博上 就半夜發了一篇文章 說她看著這些照片 一邊看一邊落淚 是... 她說 她落淚怎麼會笑出來的 是用身材怎麼樣 沒有 感覺連這個 就是過去了一個眼神 還有一些那種 青春都不見 你再髒掉... 不是 張艾琳講的話 我就會感傷啊 你講的話我怎麼會... 不覺得有人那個... 你回過去 就是你自己吃太多啊 你會... 不是 有 我有回說 但只有那對文字有出上出口 我們還請了幾位大學生代表 來 四位 歡迎你們... 好 好 這四位代表 今天要告訴我們 現在正在學校裡面發生的社團當中 有一些是明星們畢業後 才出現的社團 而且可能他們那個吸收會員的方法 也跟你們當初都不太一樣了 所以請問阿伯 你是... 童子君 你不是應該去打一些 以前的戰爭才對嗎 沒有 活到老 當到老 我喜歡當 所以想到你 你有幫助別人嗎 有 有幫人家打劫 有幫人家打劫 你還是... 你也聊得下去 可以 就是學得很開心耶 我學得很開心耶 我學得很開心 我把你害我一起接謊 童童是真的童軍社的嗎 對 我國小 國中都是童軍社 你可以到阿伯旁邊來站一下 我看一下你們的制服的差別嗎 我這個是國中 高中以上的 這個叫藍姐的制服 那小時候國小的那個叫 你說姐姐的姐嗎 對 藍花的藍 然後幼女童軍是穿綠色的 藍姐不是我姐的婆婆嗎 藍姐... 我也叫藍姐 藍姐 藍姐 幼童軍是小學的時候 是叫小... 男生叫小狼 女生叫小青蛙 對 因為以前小學 我是小狼嗎 我的老師也是童軍 他就逼我們叫他老狼 對... 不是 小狼 阿K啦 阿K啦是 就老師會這樣 阿K啦 對 手自緒這樣 就是會... 對 我們是小狼的時候有玩什麼 我的藥校還沒有退 對是連老師也要尊稱你們藍姐嗎 也不用啦 就是通常還是叫女童軍這樣 然後比較高資格一點 就是可能資歷深一點 他們還會有旗袍式的這樣 中間兩位不是同一個社團呢 Garry是掌中戲劇社的成員 他們的課程內容 除了學習操偶族外 還為自己扮演戲偶的人物喔 英華盛就是所謂的動漫化頭號社 團長小部平常會帶大家角色扮演 常常是校園裡面最強硬的社團 感覺很像 其中有一位叫做Gary 所以他是男生 他... 你是女生吧 你是女生對不對 我是女生 對啊 你幹嘛叫Gary 開心嗎 開心 好 Gary跟小布 你們兩個移架出來好不好 讓我看一下 不是同一個社團 好像有看出一樣 對 就是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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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我們看一下 所以推理研究社那位同學柚子 柚子 柚子參加的是推理研究社 平常他們除了大量閱讀 推理相關書籍之外 還會模擬按發現場來推測充手 可以告訴我們這邊發生什麼事了嗎 就是從我這個比較專業的角度 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時代的不一樣 一個是就是布袋戲 然後另外一個是 就是一般的Cosplay 所以Cosplay就是它是某一個角色 對 可是如果以男人的眼光來看 哪一個比較具吸引力 這應該不需要推理 這應該不需要推理 小布 你穿的是... 那個航海王的女帝蛇姬 所以他中間就是有露這個肚子嗎 對 所以你看到Gary的時候 你會想說 也沒有 我不要... 因為Gary走的也不是這個路線嘛 Gary走的是布袋戲裡面的... 布袋戲的五色妖姬 所以如果今天你去參加Cosplay 結果那個Gary出現了 你會對他的服裝有所評論嗎 不會啊 所以Gary脫著的僵硬度 也是在模仿布袋戲嗎 沒有啦 這是有一點太厚了 不太厚 沒有... 沒有... 因為真的不太好動 對 你是做得比較高一點 我想說怎麼那麼敬業 對 謝謝兩位 請回座 謝謝 所以我們先向四位明星介紹 這四個同學社團 推理研究的時候比較好懂吧 就是研究推理的事情 所以如果有一個密室 有一個房間 然後唯一的那扇門呢 從裡面被鎖住了 然後另外只有一扇窗戶 那個窗戶只打開了大概 兩公分的縫而已 可是奇妙的事情是 這個門被從裡面鎖上 以及窗戶只打開兩公分的縫 的密室裡面 卻有一個屍體 完整的出現在裡面 所以大家都不解 而且這個屍體是怎麼放進 這間房間裡面去的 妳會給我的答案是 我可以問一下 那個屍體是不是 是不是人類嗎 所以我覺得 這張屍體 她問到重點了 那個屍體是一屍體 沒有 沒有嘛 就嚇一下 推理你們這個同學 因為就大概是他們的基本 席庭就是了 所以另外櫻華社我們已經知道了 應該是一個以動漫人物 作為Cosplay對象的社團 第二 三是追夢社的社長 例如之前 他們就去吃大夜市 完成同學們想擺攤的夢想喔 追夢社是幹嘛的 就是追求大家的夢想 看社員有什麼夢想 然後大家也要實現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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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整齊 你我的夢想都會成這樣 這可能需要追夢社跟追理社 怎麼可能完成 那都你猜追夢社社員 你估計會有多少人 我覺得這種社團應該五十幾個吧 那麼多 然後男女比例 我覺得男生會比較多 像我自己如果我參加這社團 我就會希望說我在台大 可以辦一個演唱會 就是類似這種啦 你現在應該可以啦 怎麼可能 可是你會唱歌嗎 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才是夢想啊 就是不會唱 可是如果可以還是辦一個 就是弄個小舞台 然後唱歌 多小 幾個箱子啊 康熙可以讓你辦演唱會 真的假的 對 因為我們很喜歡聽 男聽的人唱歌 對 他在我們節目唱過好幾次啊 他很糟 他值得辦演唱會 對啊 我唱完之後 我現在去KTV 大家都不讓我唱歌 是 那你們社團真的人數是 大概十幾 二十個 不一定 因為就是很浮動 十幾 二十人 還浮動 所以那些社員就是要負責 去找你們同學 然後幫他完成夢想嗎 沒有啊 就是例如說 我們自己有一個夢想 然後我們想要去做 例如說我們之前想要擺地攤 然後大家就會想辦法 然後買一些東西 就是自己做一些東西 然後跑去世大夜市買這樣 不一定 他那邊就會好玩 就繼續加入 會不會覺得有意義吧 OK 所以請問你的服裝經費 會使你只能辦某一些角色嗎 就有很貴的 你不能辦的嗎 有耶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 沒有那麼多經費 所以如果太貴 可以...就會考慮自己做這樣 所以像... 像誰的服裝會是很貴的嗎 像如果是遊戲電玩那種 三國無雙那種 比較華麗的那種 有盔甲啊什麼 鋼鐵人啊 對 你突然看到長中系的那位女排 你會覺得她頭好像Key上去的 對啊 好難的 長中系那位的服裝 應該比較貴 因為有很多層耶 對 或是很像六浮水 你知道嗎 有這種 就是挖一個洞 你把頭伸進去補 對 頭伸進去補 對... 比例怎麼會很怪 妳頭上那是什麼 這個 這是用一小塊一小塊的手片 慢慢黏起來的 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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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厲害 這長中系了你 我沒有 我以為她有才華 她就是把吃筍剩下來的 所以你家中有很多套嗎 沒有耶 就是喜歡的才會做 才會想要做 目前這一套吧 推理社有幾個人 推理社現在我們這一次的話 大概有十幾個人 然後都是男生嗎 沒有 女生比較多 然後你們在聊推理的時候 會熱血沸騰 會 有比較狂熱的分子 所以如果第二天我們進攝影棚 她妳眼睛倒在地上的話 我們請妳們來 妳們就會幫我們推理說 到底是誰殺了她 她跟妳講是我殺她 小小子走到了 對... 好 那我們這四位明星呢 童軍的童童 妳的資歷是幾年 大概差不多六年吧 我那時候獲得最高職位是 我們國中女童軍團的聯隊長 那聯隊長其實職位滿高的 就是大概除了...除了老師之外 就是底下的女童軍都歸我管這樣 要服從妳是不是 就妳可以帶她們去打仗之類的 不用當打仗 但譬如說出去日行一善 或是做社區服務的時候 就會我是領隊領導這樣 那時候還不會想到這個問題這樣 妳已經接近被逮捕了 就女童軍把扣子... 對啊 好 Vicky是什麼社 我之前在美國是Friday Night Live 然後也是專門做公益的 Friday Night Live 是只有加州才有的 是一個很紅的社團是不是 在加州還滿大的 週五夜生活嗎 有 對 它直接辦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party的社團嗎 不是 我們就專門在做公益 因為很多在美國 Friday Night是做公益的時候嗎 對 很奇怪對不對 對 當初我也覺得好奇怪 妳說感謝上帝 今天是經期五晚上 然後去做公益嗎 是會在夜店喝完之後 去幫助別人是不是 沒有 就是因為覺得說 在美國很多21歲以下的人 他們可能精力太旺盛 就會跑去喝酒 跑去吸毒什麼的 所以就用這個精力 這種Energy去做好的事情 所以就是防範他們去 喝酒吸毒的方法 就叫他們去做公益 對 人數多嗎 這個團體 還滿多的耶 大概一拜 大概一拜 苦於無法自拔於 狂熱的夜生活 然後來參加像勒戒這種性質嗎 至少我們學校大部分都是 酥呆子吧 我覺得會參加的人就是 所以他本身就沒有想要去夜生活吧 所以週五晚上可以跟朋友共聚 然後做一些善事 對... 妳是這樣的人 其實很好玩 因為我那時候剛轉學 然後我的最好的朋友 剛好是那個社的社長 她剛剛看到Friday night想說 對 妳知道 我原本以為說應該很好玩 就是每個週末都有事情 可以做這樣子 結果沒有想到我被拉去 就是那種早上六點...六七點 要去學校那邊 可能準備麻辣松的東西之類的 就都變成是很... 可以想像中不太一樣 對 賣餅乾什麼的 那不會趕快換社團嗎 後來沒有 因為我的朋友把我變副社長 所以我就一定得要待在那邊啦 而且其實當副社長 還滿輕鬆的 妳聽到他描述的這個社團 會想加入的舉手 我看 追夢社也不加入嗎 他好像沒什麼夢想都實踐 就是幫助別人啊 所以你們是 我們是實踐我們自己 滿足一己私欲的夢想 所以如果你們社團有人說 想要跟我接吻你們會幫忙嗎 超開心的 一定要幫忙的 可是我沒有要幫忙的 小姐 妳在社團是... 啦啦隊 對 所以我看出來了 不過我很驚訝妳 離開學校這麼久了 還保持這麼好的身材 就要運動啊 妳還是有在跳舞嗎 後來 就是偶爾還是會跳 可是我很愛跑步 妳是一直為了有一天 剛剛是要叫妳穿到啦啦隊衣服 就一直保持這個身材嗎 其實也沒有啦 今天自己穿上來的時候 覺得有點驚人 就是其實我想到啦啦隊 然後在Re稿的時候 就覺得會很想哭 因為這是一個 很快樂也很遺憾的事情 什麼遺憾 就是... 啦啦隊其實都還滿受矚目的嘛 因為就是漂亮啊 動感啊 然後要都穿漂不漂亮的衣服很短 然後都是腿很漂亮的女生 才會去做這件事情 那就是國中的時候 參加啦啦隊就鋒芒外露啊 然後就是很開心也很漂亮 那我覺得老天爺是公平的 也因為就是跳得這麼開心 可能已經覺得 那時候小時候不懂 就覺得做到最開心的事情 已經覺得是很美好 人生巔峰 人生巔峰 結果之後從最巔峰 跌到最困難 怎麼了 就是在學校燙到 然後自從燙上 我知道這個故事 妳說熱水袋那個對不對 對 就自從就是 熱水袋爆破燙傷之後 我就再也不能跳舞 為什麼 因為其實燙傷的疤痕是需要抑制的 它不是平的 就是只是有稠稠的疤而已 它其實會增生 而且會亂流的 所以妳就是在拉扯 像我現在有時候變胖 它那一塊就是很厚的那個組織 它是會痛的 對 其實是不好的 那妳那時候很痛苦吧 就是很想哭啊 就是那時候一度就是 覺得我什麼都不要做 因為我傷失我的腿 就等於我傷失我的生命啊 所以當時燙傷後 其實不能夠說遮住那個疤 繼續做啦啦隊嗎 那時候原本有想說 要去考舞蹈科 就是高中的時候想要繼續跳舞 可是到之後就說服自己 然後告訴自己說 其實妳喜歡這個東西 它是可以當興趣 它不一定要當一輩子的 就是職業或夢想 就是放在心裡就好 所以偶爾跳跳舞啊 動幹一下就很開心 所以我看到S在跳國標舞 好開心啊 所以妳有經歷一段時間 是妳真的不敢露出 妳那個傷口嗎 有啊 其實那時候 你想想看國中多漂亮 每個人都知道 那學校的學生都很開心 之後燙完之後就轉學 因為也不會想待那學校了嘛 就轉學之後 妳就會看到那個教室 外面窗戶有很多 有男生 女生那種分班的 就會跑到門口啊 然後直直點點 然後那時候也是取頭皮 去補自己的腿 所以我的腿也是 穿著彈性衣的那樣子 然後頭上是頂著 兩公分那麼短的頭髮 就跟小男生一樣 就一路這樣子拼下來 那如果今天又跳啦啦隊的舞的話 是還是會拉扯到那個 還是會啊 但是就是 我想要做這件事 1 2 3 你有覺得她的夢想 才是真正的夢想嗎 真的 對... 她這才是激勵人心啊 她現在應該聽不懂啊 你有在聽嗎 有 我在聽啊 她在看妳的嘴唇啊 真的想要在想這個夢想是 所以... 納豆 妳在學校去幹嘛 她這樣一講完我怎麼講 不是啦 我們以前是戲劇... 我是在戲劇社 妳以前是戲劇社 對啊 高中就戲劇社 所以妳很會演戲喔 我高中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們高中是男女分班嘛 那可是我國中是男女同班 然後到高中的時候 想說男女分班這樣好奇怪 然後我就有一天 就被晃到一個社團發覺 好奇怪的意思說 妳受不了沒有女生 就剛開始會覺得很不安啊 覺得班上全部都男生這樣 你一定要有異性在你旁邊 而且我剛開始開學第三天 我就被阿魯巴了 所以我想說 男生是不是都是玩這種遊戲 那個阿魯巴算是 被霸凌那種狀況嗎 可是因為我後來跟我高中同學談 因為我阿魯巴被阿了三年 然後... 可是我碰到過去的同學 他們跟我說 可是妳那時候被阿魯巴的時候 妳表情非常享受啊 我們班那時候發明 就是還會兩個男生在護阿 所以... 真的是噁心 柚子現在還有阿魯巴嗎 我以前在建中的時候還有 但是那個... 現在大學以後 沒有人在玩這個了 大學沒有嗎 就我們已經就是比較年長 高中還是有 好先生 你有被阿魯巴嗎 就是我都很快跑掉 是沒有被阿到 可是阿魯巴是通常是班上 他們說就大家比較喜歡 你覺得去阿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那這樣... 男生是不是都玩這個 然後後來我就是 有一天碰到一個社團是 男生女生比例居然是一半一半的 我想說好像有點意思 然後我進去 就第一堂課的時候是戲劇設法 他們是男生女生說 要打破男生女生的隔閡 所以是男生女生 全部面對面站好 然後一二三互相擁抱 然後再換一個 一二三互相擁抱... 那我就突然覺得說 從阿魯巴到這樣互相擁抱的世界 好像滿溫暖 就是有女生法 然後就覺得說 這社團好像大有可惡 所以你假裝熱愛戲劇 其實是在體會抱女生的感覺 不是 第一堂課是有點這樣 第一堂那時候真的有點衝 你被阿魯巴玩以後 去女生的懷抱裡面尋求慰藉 就覺得好像心中覺得有點 就是感覺還不錯 然後說我們有男生女生這樣 這樣一個一個排一排 然後互相滾過對方的身體 這麼好玩喔 你以為你自己的熱愛戲劇 其實你沒有 有啦...後來還有... 是被受益驅動的啊 不是受益啊 你是上網女體 你沒有在上網戲劇啊 沒有 那個時候覺得... 這個東西好像好像滿溫暖的啦 然後後來才... 可是我第一次audition的時候 所以社團... 社團規定只要抱10秒 然後你一直抱10分鐘 都沒有辦法分開啊 沒有 就那個覺得... 然後後來就反正就是 第一次audition 我就當上男主角 怎麼可能 真的... 什麼戲 《黑夜白座》 紀未然的劇本 紀未然老師的劇本 是好劇本耶 而且我是男主角 是紅寬 為什麼 你憑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老師覺得我有潛質啊 你會演戲嗎 不是戲劇系的耶 後來就好像戲劇系 可是男主角不需要頗有姿色嗎 有 你們看 這是我高中的照片 你們覺得... 你們知道哪是我嗎 來照照看 有眼鏡的那個 不是 哪一個 你們真的認不出來 是右前方那個嗎 第一排最右下方那個嗎 不是... 後面那個嗎 有人在你後面夜的那個 不是啦 不是 中間那個藍色衣服那一個 中芬嗎 中芬的那一個 那是你喔 那個不是你啊 不是有一點像 小冰冰那個類型的嗎 沒有 這已經上大學 已經歪掉了 剛剛那前面 所以你當時是正常的樣子 對啊 我高中的 還有我 是瘦的 這我高中 高三畢業典禮的時候拍的 你這個女士是... 好朋友 只是因為那時候就是很多朋友 所以你當時是風雲人物嗎 算...就大家都還算滿知道我的吧 然後傳說中的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他們覺得我們很好笑 很白癡的人這樣 這也是我啊 這是你 這是我演那個... 這是那個老陶 袁老闆 我是袁老闆 所以眼睛才會這樣看起來 澀澀的 那是春花 對啊 這個就是哭啊 就是... 這是以前演兒童劇的時候 這比較像你現在的樣子 對...這後來這已經是大學 所以你哭是因為身材還是... 我覺得身材那都是其次 我覺得是...就是覺得懷疑過去的時光 所以請問昨晚的哭是怎麼收場的 而且我哭... 我記得我哭我不是看著照片哭 我是看完... 因為我回家找照片嘛 然後我把那個床頭盔打開 然後很多照片我看完之後 然後我就想說 回家要跟我們家那個佛堂的 佛菩薩拜一下 我就這樣拍...我就哭了 我說... 我好想要回到過去那些時光 不是 念到底啊 就是因為覺得以前那個青春的感覺 現在好像...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現在 比如說做綜藝啊 或是一些工作酒 因為覺得好像就有點... 覺得每天都在 好像要笑人家 要笑自己啊什麼 可是以前的那個時光是不會 去笑別人也不會笑自己的 就覺得... 你是希望我們不要再笑你嗎 不是 也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覺得以前會懷念以前的人 可是拜完菩薩反省完之後 有立刻去夜店喝酒嗎 沒有...昨天後來... 然後昨天晚上尾牙 就發生神奇的事情 我就碰到我的初戀的女朋友 就在我的那個尾牙上 他是員工這樣子 你去主持尾牙 結果底下的員工中間 有你的初戀女友 結果有怎麼樣嗎 有在互留電話嗎 沒有 他跟我說 他老公在旁邊 你本來還想怎麼樣 不是 沒有想怎麼樣 就是看到他會有懷念啊 可是他就跟我說 他老公在旁邊這樣子 他們有小孩了嗎 還沒有 可是結婚了 對 結婚了 可是那這樣... 比如說不算好事啊 你剛才說是遇到好事 可是我覺得 就跟以前的一些人 有連結就很開心啊 你的初戀女友 知道你後來的變化嗎 他知道 因為他後來上了... 上了研究所 然後跟別人講說他跟我交往過 都被人家笑 還真的沒有被阿魯把過 真的假的 真的啊 連他建築畢業他都說 我是去阿魯把別人的 真的喔 對啊 就是跟著其他 然後我就很怕說 會不會專注到我 然後我就趕快先走了 阿魯把別人就可以避免交往 對 然後就... 我不是去抬別人 我是... 所以如果有人突然把眼睛瞄向你 你就可以立刻嫁禍給納豆 納豆在那邊 然後大家就去弄他就好了 對... 你有覺得很懊惱 沒有被阿魯把過嗎 當然不會啦 阿魯把很痛的 可是他說班上被喜歡的人 才會被阿魯把 就是全部的焦點 但是那個雖然是 好像大家在開玩笑 但是如果你一不小心 會出問題啊 1 2 3都沒有被阿魯把過嗎 沒有 你以前高中在哪裡 成功 成功撥阿魯把 成功的阿魯把很凶耶 我也是阿別人 對不對 也是為了逃避自己被阿的狀態 是不是 一半... 你現在是追夢社的社長嗎 對啊... 所以社長在學校有光環沒 光環 還好... 沒有人會... 沒有女生會因為你是這個社長 就崇拜 好像沒有耶 你這個社團現在十幾個人 在你們學校的社團裡面 是算很少的吧 對 但是就是我們會做一些全校性活動 像什麼 像是我們之前有做一個 台大大車隊的活動這樣 然後要做什麼 他就是... 因為台大很大 然後就騎腳踏車 然後我們就當車夫 騎腳踏車載他去別的地方 然後賺錢 還收錢喔 這不就是一個賺錢的利益活動嗎 不是啊 就是... 你就在校園裡面 因為有學生不想走到某個教室 你就騎車載他去 然後像計程車一樣 就這樣跟他收費是嗎 對... 然後我們就是藉此鍛鍊 我們社員的一些... 好 那個櫻花社 你們是哪個學校 我們是雲林科技大學 雲林科技大學 所以每個學校的這一類的社團 會串聯起來玩嗎 有 像我們在那邊 雲林地區的三個學校 在下學期都會辦就是成果發表會 就是像表演這樣子 所以你有因為打扮好這個造型 然後被別人要求說 我希望約會的時候我們穿這樣 應該不會吧 不會嗎 納豆就會這樣啊 我...真的嗎 你可以啦 你其實主持電玩節目的時候 常常Cosplay 我一定...對啊 我每個禮拜都Cosplay 所以你很了解這個樂趣啊 其實Cosplay真的很好玩 譬如說因為我常常辦一些 如果是適合我的角色 譬如說超級瑪莉兄弟這種 就很適合我 胖胖的 然後我辦過譬如說 那個火影忍者裡面的一些 譬如說自來野啊 丁刺這種 比較胖的 OK 可是我辦過那個 潛龍電影裡面 就是他是穿那個忍者裝 然後這樣 結果... 就被我撐爆了 就比較ㄍㄧㄥ 而且我常常辦一些角色 就被網友笑說什麼 我好像把所有角色 變成Q版的啊什麼 可是我覺得辦那個角色 是你在辦的時候 自己得到那個快樂 其實是很棒 所以穿上的時候的感受 是覺得你化身為動漫中的人物 如果辦到自己很喜歡的角色的時候 就真的非常非常過癮 喂 妳今天的那個啦啦隊舞蹈 會是妳以前學校有表演過的 就是有一些是有表演過的 就特技 妳有多久沒有跳了 10...大概16...16年 這麼久啊 那妳會...等一下會不會... 其實我有點害怕 是會有危險的嗎 有翻轉還是拋接 對 拋接沒有啦 因為就是怕場地的問題 OK 是... 好 要保重喔 好 歡迎回來 好 Lady Angel Here we go 剛剛自己在奧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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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 穿奧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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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 好 好 好 算了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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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好 好多難度喔 下不來了 怎麼下啊 下不來了 可以... 好 剛剛看那個卓安表演的時候 應該很燃燒的感覺吧 我覺得很令人提心吊膽耶 可是他很拚啊 就是好像很想要挑戰自己的極限 可是要站上去之前 都要先醞釀大概十秒吧 就好好一而散 對 他是一個好像剪接後會更順暢的 因為剛剛表情真的 其實他真的感覺很緊張 他面對我們這邊的時候說 這個很緊張對不對 剛才幫助他完成表演的是來自 哪兩所學校 福音科技大學跟海洋科技大學 所以你們本來就是一起練團的嗎 我們是算是社會隊 就是社會隊就是很多個學校 然後聚集在一起然後一起練習這樣 因為你們除了要表演那些動作之外 你們也要自己歡呼耶 對 就是要整場要帶嗨 所以如果你們歡呼的話 現場是安靜的嗎 對 因為像我們很多表演的場地 就是一些會有一些年紀比較長的 就是長輩 然後所以他們就做了看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很嗨... 然後就說 YOU 對 其實我們還是要很嗨 所以如果到最後 他們都還是安靜 你們會發脾氣嗎 不會 就是去嗨這樣子 因為剛才那個幾位男士 在呼喉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很內疚啊 沒有...你們有跟著我們嗎 有... 因為我就想說奇怪 可是我稍微瀏覽了一下 大家的表情都很冷漠啊 就是他們想會自己發出的 所以妳剛才在... 妳剛才在發出呼喉的時候 妳有希望大家一起加入 對啊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帶... 妳心裡會不會震恨旁邊的人 說叫一下會死啊 有時候會 其實我覺得可以給Joyne 一點錢 他應該就會還你 他不會以前可以賭 對 妳又很懊惱 自己的呼須量不夠多嗎 對 其實我今天有提太多了 我們兩個真的很不專心 因為妳... 因為妳在看呼須 然後我一直在想說 那個制服上是一句 英文的髒話嗎 是FYU 不是啊 這是什麼 FYU 就是福音 Y在這裡 Y在這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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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 我們難免 沒有以為是縮寫 可是為什麼妳也可以 穿一下他們的衣服 就...我也不知道 剛剛好 所以小眾優勢要負責扛人嗎 誰給妳家小眾優勢 她的都要中間部分 就是她的上面再扛一個人 但她不能在最上級 就是如果兩層的話 就是上層這樣子 但如果三層還是中間 但是沒辦法當三層 妳有曾經為了上去而比方說 妳有努力瘦下來這些類嗎 沒有耶 因為我從以前就是 運動員到現在 所以不太容易瘦 妳做拉拉隊幾年了 從大一的時候開始 現在差不多五年了吧 那妳的夢想是 舉很多人還是什麼 舉很...我是比較希望 體操技巧好一點 就是翻痕部分 那這樣妳要幫他啊 所以妳可以加入台大體操事 所以妳要錢嗎 妳可以翻 要錢嗎 妳可以翻哪一種 安全的嗎 安全的 OK啊 好 可以讓我們看一下嗎 好 謝謝思維 謝謝 謝謝 今天請 應該有感覺到那個 青春燃燒完之後 就剩下灰燼的感覺 就燃燒完之後有覺得很... 對 就安靜的結束 有高興嗎 其實很開心 只是就覺得表現不好 但是就覺得 起碼我有做到 沒有表現不好啊 真的嗎 很難耶 其實有點緊張 很怕摔死 妳剛才最擔心的是哪個部分 擔心的是特技 一開始站起來那一下 怕站不起來是不是 因為是180度要這樣轉 那個做得很好啊 真的嗎 對 可是後來 講完這就跌倒了 講不出來 後面那個站立 前面醞釀了比較久一點 後面有個站立 就會大家都伸出手來 支撐妳的時候 因為我可能就是沒有那個 就是技巧不好 所以我在站上去的時候 我忘記是我要劈腿 我以為我是要蹲下來 所以我沒有把那個 集中的力量使在劈腿 可是我覺得聽過妳的故事 大家會覺得這段 演出是激勵人間 就是有點痛 但是就覺得 起碼我從哪裡跌倒 我現在又站站起來 很勇敢... 十六七年前的表演 應該也就這樣子的 十六...有那個跌寬的 就是很多人站上去 所以妳一直以來站 就是站在最上面是不是 對 可能比較輕吧 當初的啦啦隊的同學們 還有人像妳這樣 對啦啦隊念念不忘的嗎 就是現在有很多是舞蹈科 甚至是舞蹈老師 然後甚至是就是 學校的那種教授 就是已經練到...就是升華 所以妳剛才跳的時候 妳有覺得自己又變成十幾歲 是不是 就覺得瞬間年輕 就腹肌都有 所以蠟燥妳是在感慨自己 年華老去是不是 身材走樣 對 沒有 我覺得我其實我還滿喜歡 我自己這樣胖胖的感覺 只是說以前... 妳以前瘦的時候有料到 妳的人生有一天會變成胖的人嗎 沒有耶 可是我以前瘦的時候 大家都說我像那個造型 誰 造型 是不是有一天 對 歌手 晴天剛的那個造型 對...造型 造型 因為我還在說對的時候 妳就自己給我套上去 有沒有印象 沒有 我像造型啊 妳哪裡像造型 以前我瘦的時候 大家覺得還算帥啊 所以你瘦的時候 你本來換一下 你以後會是李國修是不是 瘦的時候 然後後來進了戲劇戲嘛 就是那個北一大 那這個樣子緊繃就是... 台歌啊 台劇 又有人說像無客群 不是... 不是 現在 不是 現在人家去看這個照片 你說人家看的舊照 說你當年很像無客群 對 因為無客群啊 那種或是這種 你喝醉嗎 網友們啊 是不是講的 是喝醉 是你喝醉在酒店的時候 你天天在動你開眼睛 不是 這是網友講的 你既然那麼懷念那個時候 你幹嘛不在你的微博上 把這些舊照都發表出來 我就放了一張之後 我發覺就... 可是我覺得大家對我還滿鼓勵 就是說他們喜歡我現在 這個樣子的感覺 我自己也還滿喜歡胖胖的 所以你這一套 在感嘆過去的說詞 是為了要應付女生 讓他們說不會啊 你現在很可愛吧 沒有 我是真的有點感嘆 因為我覺得以前 那個青春的感覺 還有以前... 像我以前可以為了演一部戲 然後比如說我在戲劇社 第一部劇 黑夜白的這部戲嘛 我可以為了這部戲 然後每天回家 因為那個角色 會把自己關在衣�裡面 然後我就每天回家都是 學他把自己關到衣櫥裡面 然後... 你說真的把自己關到衣櫥裡面 對啊 就關到衣櫥裡面 然後一開始覺得 好黑好可怕 然後好無聊 然後到後來你慢慢習慣在黑暗 然後後來... 對啊 真的 關在衣櫥裡面 真的 三個月 然後每天回家就關在裡面 關三個小時...一、兩個小時 你自己站起來啊 可是是要這樣吧 那自己個性就感覺 聽娜哥的故事 你有沒有想到有一天 你可能會變成胖子 我也沒有想過啊 我應該也胖不太起來啊 你介意嗎 如果變胖 我不會讓自己胖 我會保持運動 你有想到你十年後 有可能開始沈迷於夜店喝酒 然後夢想已經不在 不會...應該就是繼續跳舞啊 你十年後看現在照片會哭喔 痛哭 不會啦 我現在看我四年前那個 錄影的片段我也沒哭啊 感覺還是滿好的 對 為什麼 對啊 狀態都保持得不錯 你到底是挺能聊的嗎 我已經聊開了 馬上要轉到別的地方嗎 對 要轉到別的地方 對 要轉到別的地方 對 我們偷心偷廢個屁耶 所以Vicky 妳當時做那個公益的社團的時候 後來都沒有同時間 參加什麼別的比較玩樂的嗎 沒有耶 因為其實如果週末有空 我就會去跟他們去養老院啊 去那個流浪中心啊那些的 所以沒有加入什麼熱舞社那類的 沒有... 那去探望老人的時候 主要是給他們送吃的去這些 沒有 因為其實在美國 很多父母都是被小孩送到養老院 但是他們已經習慣了 因為好像就是 本來就應該是要這樣子的 那很多就是自己的兒女 他們其實不住在加州 或是不住在San Diego 所以就變成是我們這些 高中 國中的朋友 我們會去跟他們玩Bingo啊 還有跟他們聊天啊 這一些的 那他們就把我們當成是 自己的小孩一樣 他們都願意跟同學們聊嗎 對啊 不會有的人說 你們不是我真的家人 我不想跟你們聊天 不會耶 他們都還滿開心的 那其實我覺得比較那個的是 因為我們以前 每個禮拜四晚上 我們都會去跟他們查經 就是念聖經這樣 然後就是有一對老夫老妻 那那個女生她是看不見的 然後就是她的... 就那個老太太是看不見的 對 然後但是她很喜歡 去聽我們講聖經故事 然後她的先生 每一次都會在她旁邊 結果他們兩個都一起來 結果就是有一天 這個男生就不在那裡了 然後我就想說奇怪 就是她先生怎麼不在 他們就說她就忽然間過世這樣子 我就覺得好可憐喔 然後隔幾個禮拜沒多久 她太太也過世了 然後我就覺得她... 妳那時候幾歲 我那時候高二 高二左右 對 所以就導致妳不敢再去那個 對 我就不是很想再去養老院了 我就覺得天啊 怎麼這麼可憐 生離死別那類的 所以十七歲可能接收這樣子的 事情太早 對 有一點 都沒有同學說 我們要去探望老人的嗎 有...有做志工服務啊 那一次你有去嗎 問題是你去社的啦 你要用什麼理由推託 那時候我有小社員啊 所以你怎麼推託說你不去的 沒有 我就很想去啊 可是我沒辦法去 為什麼 可能那時候有願望耶 可能那時候有更重要的事吧 所以你們接下來 有沒有要訂定一個目標 就是從事更多工藝的 有啊...這一定會 你們有做一些跟什麼下人 或者是墳墓這些有關的事嗎 去探訪那種鬼屋 就是真正的鬼屋 可是因為就是副社長很膽小 所以最後就沒有辦法過去 你的答案真的很生活化 好正常 柚子 你們有做過一些 跟謀殺案有關的事情嗎 謀殺案有關的事情嗎 就... 就我們那個在每學期的時候 都會決定要辦一些大活動 那我們大活動就有就是... 就是我們會就是製造一個凶案 就是模擬的凶案 然後讓我們邀請... 就是在學校 可能就借一間 就是借一棟大樓的某一層 或是之類的 然後就安排一個凶案 然後讓大家同學一起來玩這樣 你怎麼告訴同學那裡發生的凶案 就是...就我們可能會 例如說用演示的方式 然後我們就會拍影片 然後還有就是文字的 就是一些證物這樣 敘述 所以如果去教室 就看到這個景象嗎 會這樣嗎 會真的有同學演死掉的人 就我們這屆也沒有人演 是我們用做的 就是用那個黏土還有一些紙 就是做一個屍體這樣 可是如果有同學 真的願意演屍體也可以對不對 是啊 就有一個人... 他至於沒有開他屍體的角色 就是他自己躺在那邊當屍體 對 如果演屍體的人 應該要經得起 就是別人用腳 在他臉上摩擦 看他會不會有反應 而且是要那個 高跟鞋的那個鞋跟 因為他已經過世了 所以他應該會沒有感覺嗎 他應該是沒有知覺的 那Vicky妳要試試看嗎 就是用靴子測試 他是不是已經過世了之類 可以嗎 可以啊 因為如果他會動的話 代表他對他的工作很不熱愛嘛 有敬業 就是很懼怕演出 還念後我也在現場 因為我可沒有叫他這樣做 你會怕癢嗎 不是 屍體的話 其實就是這樣轉過去 轉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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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恐怖喔 那是屍體嗎 不是 屍體嗎 不是 屍體嗎 我們演戲的 我們都是這樣 演戲的 我們都是這樣 演戲的 演戲都是這樣演的 對... 這個可以踩過去 可以啊 我看了好開心喔 喂... 這樣會... 陳女士 這樣踩過去 不會出人命嗎 那個... 就是看起來 焊點還滿強重 所以你們佈置了一個假的 命案現場 然後邀同學們來圍觀嗎 對 就是我會 就是各個症 我會擺在各個地方 那邊就一個死人討在那邊 然後就是就 看他背上的刀子之類的 那你將來有想要做 類似的工作嗎 類似的... 我現在是牙醫系啦 所以這... 基本上可能算是興趣吧這樣 所以如果將來有人來看牙齒 然後嘴巴的狀況很古怪 你就會開始推理說 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醫生都要診斷 就是這病是什麼原因啊 OK 那Gary還好嗎 今天 要不要出來了 後面還有人要拍 你會出來啊 我也想要拍一下電話 馬下來 Gary今天這樣一整集 都穿著這衣服 有很快樂吧 很快樂 對嗎 又不是我能逼你 是你自己要做這套嗎 好 希望你們享受這段生活 謝謝 謝謝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